配合中央路道路工程 华林县政府在东大门夜市附近的行人号制灯 设置新的宣导灯箱 利用联网呈现可爱动画和跑马灯的效果 希望能够宣导政府政策和口号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 县府表示目前灯箱只设置在十个地方 人潮密集的路口 未来将会是成效以及民众的反应 调整位置或者是增加装饰 人来人往的东大门夜市 仔细看附近十字路口的行人号制灯变得不太一样 有别以往的小绿人上头多加了一个灯箱 显示了额外的跑马灯 就连戴口罩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的防疫宣导都变得有趣 原来是华林县府配合中央道路工程 将紧急车辆告急CMS车下后发挥的巧思 意外成为花莲西津的宣传灯箱 这个部分呢 那这个我想后续呢 县府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区域 人潮比较密集的区域 如果这个效果好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多装一些这样的一个设施 目前已于今年7月在东大门夜市 人潮密集的路口 装设有10个CMS 三灯面设计 下方是小绿人 中间是秒数 最上面是宣导资讯 还能宣传花莲近期的活动 并提供双语服务 增添不少趣味 同时提醒行人迈开步伐 注意路口安全 县府表示 未来将事成效及民众反应 滚动式调整位置 或持续增加装设 记者长帮彦华临时报导